末世基督座谈纪要 认识神道成肉身的话语 选断 认识神必须得借着读神的话 实行经历神的话 还要经历许多试炼熬炼 修理对付 这样对神的做工 神的性情 才能有真实的认识 有的人说 我也没见过道成肉身的神 该怎样认识神呀 其实 神的话就是神性情的发表 从神的话中可以看见 神对人类的爱 神对人类的拯救 神拯救人的方式 因为神的话是神发表出来的 不是借着人写出来的 是神自己亲自发表出来的 神自己发表自己的说话 发表他的心声 也可以叫心语 为什么叫心语呢 就是从心底里发表出来的话语 发表他的性情 发表他的心意 他的心思意念 发表他对人类的爱 对人类的拯救 对人类的期盼 在神的话里 有些话严厉 有些话温柔 有些话是体贴 有些话是不尽人意的揭示 你若只看揭示的话 就感觉神很严厉 若只看温柔那方面的话 就感觉神没有多大的权柄 所以你不能断章取义 你得从各个角度看 有时神是站在一个怜悯人的角度上说话 人看见神对人是爱 有时神是站在一个严厉的角度上说话 人看见神的性情不可触犯 人污秽不堪 不配见到神的面 不配来到神的面前 人现在来到神面前 纯属神的恩待 从神做工的方式 做工的意义上 看到神智慧的一面 人就是不与神接触 从神的说话当中也能看到这些 对神真有认识的人 他接触基督的时候 与他的那些认识就能对上号 如果只有道理上的认识 与基督接触就对不上号 道成肉身这方面真理是最深的奥秘 人不容易测透 你们把神所说的 关于道成肉身的奥秘这方面的话 归纳到一起 从各个方面看 然后在一起多多祷告 多多揣摩交通这方面的真理 就能得到圣灵开启 使你有认识 因为人没有机会接触神 就得这样 凭着经历一点一点地摸索进入 最终才能达到 对神真有认识 认识基督 认识实际的神 这方面的真理最深 凡是注重寻求这方面真理的人 心里就会越来越踏实 有路可行 这方面的真理就好比人的心脏一样 心脏健康人就有劲 心脏有病了 人就没劲 同样 对道成肉身的真理 认识得越透 信神的劲就越大 有些出信的人 看了神的话 也感觉到是神的声音 但心里还有疑惑 难道说这些话就可以证明 它是道成肉身吗 能发表这些真理就证明 它是神自己吗 不明白真理的人 对道成肉身 常常会产生这样的疑惑 事实上 道成肉身有神性的实质 它不管说多少话 都是神自己 不管话语说多说少 它的神性实质不变 主耶稣来时 没有说太多的话 只是做了一步救赎的工作 它不也是神自己吗 说它是神 到底是什么决定的 是不是只根据这些话 这些真理决定的 这是关键问题 有些人还误认为 这些话是圣灵指示的 指示完就走了 圣灵就不做了 这个肉身就是一个 普通正常的肉身了 就不能称为神了 可以称为人子 但不能称为神 有些人就有这样的误解 那产生这种误解的根源在哪 就是人对道成肉身这件事 没有看透 没有深挖掘 对这事认识的太浅 只认识皮毛 还有人认为 发表这么多真理 那就是神了 如果没说这么多话 少说一点 还是不是神 其实 说一点话 也是神性的发表 那它就是神 不管神说话多少 神总归是神 就是神不说话 他也是神 这是事实 没有人否认得了 现在多数跟随神的人 都被征服了 都能铁心跟随神 都能忠心尽本分 神在中国得着了一般人 人对道成肉身有认识了 都看见了道成的肉身 就是实实计计的神自己 但如果这部工作 还没有做完 人能不能认识 道成的肉身 就是神自己呢 以前有些人 看见神做工 总是发声说话 就一直在研究 到底是不是神呢 神道成肉身 就是这样 神说这些话 能全部应验吗 他们对神的这部做工 总持怀疑态度 你能怀疑神 所道成的肉身 那就证明 你不相信 道成的肉身 不相信他是神 不相信他有神的实质 不相信他所说的话 就是神的发表 更不相信他所说的话 就是神自己性情的流露 神实质的发表 有些人心里就想 一开始是圣灵直接发声 现在又是道成肉身 发声说话 以后又会变成什么方式呢 现在他们还在观望 要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 有许多人考察真道 也承认这些话是真理 是神的说话 但还要观察观察 看个究竟在接受 这些人都是研究神的人 都是投机分子 有的人就想看看 神还能发表多少真理 是不是在讲三层天的语言 若他有X光 还要给神来个透视 我看看他心里 还有没有真理 看看他身上 有没有神的灵在做工 有没有神的灵在帮助他 指示他说话 如果他没有真理了 是个普通人 那我就不信了 有些人就这么怀疑 心里总惦记着这事 为什么人有这种情形 都是因为 对道成肉身这事看不透 对这方面的真理 没认识透 没真正明白 现在 人只是承认 这个人身上有神的灵 但说他里面 有神的实质 有神的性情 有神的琐事所有 有神的全部 说他就是神 有些人就看不透了 有些事就对不上号了 人所看见的 人所看见的 人所认为的 并不是神的实质 就是说 人看见的 只是神说的那些话 与神实际的做工 人只认为 神做了一部分工作 神道成肉身 只能做这些工作 没有一个人认为 道成肉身 虽然现在做的是这些工作 但是他有神性的全部实质 没有人这么认为 有些人说 认识道成肉身的神 太不容易了 如果是神的灵 直接做工 我们直接看见 神的能力 神的权柄 那时 我们认识神就容易了 这话成不成立 我问你们这样的话 是道成肉身的神 容易认识 还是神的灵 容易认识 假如道成肉身的神 与耶和华 做的工作一样多 哪个容易认识 可以说 都不容易认识 道成肉身 刚开始做工 说话时 人是不是也不理解 是不是都误解 人都不知道 神做的工作 是为什么 如果人通灵 就容易认识 如果人不同灵 听不懂神的话 就不容易认识 这是事实 但是那些喜爱真理的人 通过吃喝神的话 经历审判刑罚 修理对付 最终都明白真理了 也有性情变化了 对道成肉身的神 有了真实的认识 这就证明 道成肉身 直接发表真理 相对还是好认识的 但必须得有精力 灵做工 不可能发表 那么多真理 只能靠圣灵感动 圣灵开启 那人明白的 就有限了 不管经历多少年 也不可能 像经历 道成肉身做工 得得那么实惠 因为道成肉身的做工 人都能看得见 摸得着 还能随时随地地说话 话语说得太多 太透 人都能够得上 这是明显的优势 是人能体验到的 灵做工 说一番话就走了 人只是听从实行 但人知道 是怎么回事吗 人能从这些 说话当中 认识耶和华的性情吗 有些人说 灵容易认识 灵来做工 带着神原有的形象 怎么不容易认识 外表形象 你是认识了 但神的实质 你能认识吗 现在神道成肉身 是一个普通正常的人 人觉得容易接触 但他的实质 他的性情 发表出来的时候 人容易认识吗 他说出不和人观念的话 人容易接受吗 有的人说 认识道成肉身的神不容易 如果神以后改变形象了 认识神 那就太容易了 说这话的人 把所有的罪责 都加在道成肉身的神身上 其实是那么回事吗 神的灵来了 你照样不认识 灵做工作 跟人说完话之后就走了 不跟人解释 不跟人解释那么多 与人没有正常的相处 生活 人就没有机会接触神 认识神 道成肉身的神做工作 对人的益处太大了 给人带来的真理更实际 使人看见了实际的神自己 但认识道成肉身的实质 和认识灵的实质 都是一样的难 是同样的不容易认识 什么是认识神 就是人能了解神的喜怒哀乐 达到认识神的性情 这就是真实认识神了 你说你见过神 但是你并不了解神的喜怒哀乐 不了解他的性情 对他的公义没有认识 对他的怜悯也没有认识 对他喜欢什么恨恶什么 也没有认识 这就不是认识神 有些人能跟随神 但不一定是真实信神 真实的信神是顺服神 不是真实顺服神的人 就不是真实的信神 区别就在这儿 你跟随神几年 对神有认识了 你对神了解了 对神的心意 能明白一些 掌握一些了 你知道神拯救人的 良苦用心了 就能真实地信神 真实地顺服神 真实地爱神 真实地敬拜神 如果你信神 并不追求认识神 对神的心意 神的性情 神的做工 一点也不了解 那你就是个跟随者 是跟着跑腿随大流的 谈不上真实的顺服 更谈不上真实的敬拜 真实的敬拜是怎么产生的 人看见神 人真认识神了 没有不敬拜神的 没有不敬畏神的 都得俯伏下拜 现在 在神道成肉身 做工期间 人对道成肉身的 神的性情 所是所有 越有认识 人越觉得宝爱 对神越有敬畏 往往对神 越没有认识 越大大呼呼 就把神当人对待了 人若真认识神 真看见神 他就恐惧战惊 就能俯伏在地 为什么约翰说 那在我以后来的 能力比我更大 我就是给他提携也不配 他心里虽然对神 没有太深的认识 但是他知道神的可畏 现在有多少人 能敬畏神呢 不认识神的性情 怎么能敬畏神呢 人不认识基督的实质 也不了解神的性情 就更不能真实地 敬拜实际的神了 人只看到基督外表 普通正常 对他的实质没有认识 这样人就容易把基督 当作一个普通人对待 对他能采取轻慢的态度 能欺骗 能抵挡 悖逆论断 能自以为是 对他的话不当一回事 还能对神起观念 能定罪亵渎 要解决这些问题 就要认识基督的实质 基督的神性 这是认识神的主要方面 是所有信实际神的人 必须进入 必须达到的